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 《寻找B&O早家移民的故事》的节目系列 今节有个许梢 另外就是《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订阅我们这一段视频 还进行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来说真的支持不住这一帮 这班二英港人又不知搞什么的组织又搞什么事出来 为什么这个组织看上去好像很流似的 我们叫做扑开这些围绕BNO圈 就找了很久了 这么有趣有一档就叫做英国证研会 话说就近来这班二英港人 因为拿着BNO签证回到他们的祖家 去到祖家的时候又心酿酿看着自己 在香港的NPF的户口不断贬值 大家都知道经济环境不太好 再加上看到有一栏就叫做手续费 对不对 那个感觉就深有戚戚然了 我都没有在香港就继续工作了 所以那个供款又不会叫做上升的 但是呢 你不断在那里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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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 这样的话 还得了的呢? 如是者就像那些黄尸KOL所说的 他们用了一些叫做蛊惑招 但是呢 在特区政府的幅度和法律底下 他们就例如发假誓 还有行使一些假文书 或者其他不同的东西 因此就被捕 被捕之后也扣起了他们的旅游证件 还说最长是会扣180天的 就着这件事 又有一个经验 而另外那19个 就是这些用非法的手段 拿回他们的强迹金人士 亦都叫做被捕 因此呢 令到这些移英港人 就觉得非常之震惊 亦都有一些 心虚 可能真的有人用了类似的方法拿了 不过可能填布的地方 就并非是内地 可能是其他地方的 其他地方的途径 这个就是他们的心芳芳 眼光光的原因 原来这样啊 这样也有什么惊慌呢 其实我也不明白 那块钱放在一个基金里的嘛 有时候会虚忍 最近虚忍得多 你又不看 过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赚的 基金自然有升有跌的啦 你放久一点等它升回就行了 有什么好方式 我也不明白 对不对 这样你就做了大恶的点心 对 升呢 你又不敢买 再去追多一些 我说股票市场那些 那当你跌的时候 哇 你又怕得 那那声就放了去走 走啦 这些就很明显是散户的心态啦 不过 这些疑养港人就会混合他们的政治啊 或者什么暴政啊 什么政权啊 什么不想益哪些人啊 千万个理由也好 总之 你们一涉及到做了一些违法的事啊 那回到重点了啊 想不到啊 他们真的这么有创意 或者叫做面皮口呢 竟然啊 喂 他们真的呢 做封信呢 给英国内政部 向他们求救啊 啊 求救 求救什么 英国内政部没有病啊 这帮人呢 这帮人呢 本身都患有严重的黄丝精神病的啦 如果都不会做出一些 那么荒诞的行为啦 现在呢 做了这个 信给内政部之后呢 还要威威吃鸡 这样就放出来啦 一来呢 就可以打响自己 什么英国政研会的 肚子啦 我们先看一看封信 英国政研会 好啊 哈哈哈哈 哎呀 刺激了 哈哈哈哈 哎呀 为什么这么好笑呢 我们可以放一放大来看 如果 让我是英国内政部呢 我一拿起封信 What 什么呀 你说到自己这么差劲的话 为什么 你连一个 official的 domain name 即是 什么什么.com 或者 什么什么.org 那些什么 网址 都没有啊 喂 他用的email呢 是 gmail来的啊 啊 gmail 啊 gmail 这些个人用的而已 根本连一个正式机构 应有的网址都没有的 哇 哇 这些人很流 这些人 这么做事 第一天出来练 gmail 连费的人人都可以开 即是你说到自己的英国政研会那么厉害的话 哇 即是你连一个正确的email address 你都提供不了的话 我看到这个 看到gmail 我理论上来说 即是换成我 我就不会再看下去了 不过 他就继续写下去了 终归来说 就有三点 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他说这件事 就属于一个变相的政治检控 还说 是香港政府 首先 你剝奪了我们已经港人提取强积金的正当权益 逼到我们的当事人 要寻求其他的方法 好了 他们找到一个这样的股客招 拿了钱了 再对他们展开刑事调查 还要扣留他们在香港 这个还不是政治打压和检控吗 哇 接着还更加悲情 很明显 就是想阻止他们 拿到英国 荣居和入籍的资格 这些是什么用意 这个用意就是 要报复 BNO政策 这句的意思就是想 将这个目标 就射回去英国 即是说他们 你看看 BNO签证这个政策 这个救生门 是英国 大英帝国 帮我们香港人 给我们这些住在香港的英国人 可以叫做回家 做回家 现在你看他 你看他 他不避免你 蛤 逮捕他们 是我不忍了 你是不是忍了 内政部 乞业 即是说了这样的态度 太瘋了 不要发什么神经 这些伙子 是有部分人犯了法 我不相信 每个BNOGAR 都这么快 拿回NPEF 只是小部分人 急不及待 就拿走了 而且是透过一些 不法的途径来拿 真是出事的 都是这一小撤人 为什么要搞到很大件事 将它上升到一个 国家的层面 这么夸张 现在 台仰这个说法 很明显就是 内政部 接到信的人 第一眼看下去的 感觉 就是这样想 瘋了 关我X事吗 那就好了 姑且再看那封信 有什么重点 好 第二个 强大的诉求 是什么呢 你看看 北区政府 用这些方法 来拘捕 英国的海外公民 有没有搞错呀 所以要怎样 一定要 阻止 香港政府 这样的企图得逞 这些事不是 英国人 傻的 还是 拿着BNO签证 不承认 再加上特区政府 所以 你还是香港人 你回到香港 对不对 你出街都是拿着身份证的 还不是香港人 还不是中国人 没得走的了 算了 你还 现在 写封信 向英国政府求救 英国政府 你傻吧 你这些被拘捕的乞丐呢 为什么 你说 没有搞错呀 这么狠的 骂人乞丐 真的是乞丐嘛 为什么这么乞丐呢 开口埋口又说要做英国人 英国人 英国人 说到口都臭 虽然你们不说 把口都臭了 但是呢 你们这一程 即是由英国 回到香港 接着被捕 我意思是指这一局的旅程 你入境香港的时候 你用什么的护照呀 香港身份证 我相信是 不就是走那个医通道 要不就拿回那个特区护照 出来 对不对 就是了 这把人接的 不要让我看死呀 现在 这些小伙子是坏了的了 这些小伙子是 无谓再作出最后的挣扎 英国政府都不会理你们这一班人的 老实说 一开始他们的诉求 那个激烈程度 就是说 喂 现在就挑衅你 对不对 BNO政策是你出的 现在摆明 在你头上 就钉个塞纸给你们看 怎么塞纸呢 刚才 第二个点 就是说完这个 大区政府的企图 究竟是什么之后 现在就说 开始跪下了 希望英国内政部 对相关的当事人 他们的签证条件 能够给一个宽大的处理 拜托 即使在说 180天的问题 万一大吉利是 恭喜发财 他们接受审讯 审讯完之后 没办法 断到正正那种 要去认罪 然后就要坐牢 理论上 一定会过180天 现在的意思就是希望他们 蹲牢后再去英国 希望 不要又要他们重新再继续 或者是 他们的签证方面 会不会影响了他们的家庭 或者影响了什么 不要 什么都没有了 当粉不字就抹了他 可以的吗 说明是 移英港人 大了的 可能还要英国方面 准备了火盘 在机场 一下机就揽火盘 好吗 揽过去的 哈哈哈哈 你们这帮人 还需要新卫成那些 准备了什么鹿油业煲水 给你们洗牢油 哈哈 没理由这样的嘛 你们这帮人 这么离谱都行 很野蛮 很野蛮 到时 凭着 因为这个 抢职金事件 而得到的案底 或者 离境 过了180天的限期等等 什么都好 不要管那么多 总之 他打着这个旗号 粉不字就叫抹了海 好了 接着 还没够 就着这19件 义士 作出这个义举 向香港特区政府 这样夹着你们的 强职金 作出反抗的义士 现在就 犧牲了 他们壮烈的犧牲 亦都希望 得到英国内政部的帮忙 可以 想想 未来究竟是怎样 这19个 只不过是 冰山一国 又或者 这19个是 青山一国 他觉得 英国政府应该要怎样 就开始跪地 叩头了 就大喊了 不少 移英港人 寄望 得到英国国政之后 就可以拿回强职金了 不过 我们看到特区政府 这么做 到时 一定会再切发阻撓我们 希望英国政府 及早 想定一些 对应的政策 救命啊 如果让我们是内政部 我看到 有一个这样的白痴 写一封的白痴信 可能你刚才看完那两点 你已经觉得 这些人是超低能的 即是你坏了在香港 即是做了一些 违法的行为 你白痴得 还敢回香港 大无私仰 这样回去玩 你就坐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这样飞回去 就被人拘捕 这个你只可以用 抵什么来形容 你现在 还说到 这么大无私仰 又说 以后我就 拿到英国人的 身份 入了籍 这样那样 蛤 喂 如果我是 相关的人员 我看到 请问哪个白痴 想这些什么 BNO 签证 这些移民计划 给一堆这样的 低能白痴来到英国 蛤 喂 翌日 这个 申请 永居的身份的时候 一定要 严格把关 要做自力测验 才能够让他们入籍 我都认为 我都认为是 你没有必要 还有没有理由 这样写一封 这么无聊的信 给英国政府 关什么 关英国政府 什么事 是否 逻辑上 是将两件事 混淆了呢 是混淆得很紧 现在 拿NPF 那些人 是透过 欺骗的手法来拿 他们是犯法的 对不对 我相信 写这封信 我相信 他也有拿到 NPF 又或者 企图 透过一些不法的途径来 拿回来 然后 在我见的将来 他们也想回香港 但是现在 他们就怕有这个风险 所以 又不敢回香港 从而 就向 英国政府 求救 是不是这样 这个也可能 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究竟是什么人 什么动机 整封这样的信 是呀 就有 很多的 不过 这个丑字 要不要写 要记得如何写 不是 我现在用英文的 不用中文的了 我丑字又不懂得写 就是做了这么丑的事 好心 就不要告诉别人 然后 你什么差事 都说 政治检控 政治打压 人家哪里管得你这么多 是不是 还有 这件事 也不是说 第一天 在媒体上 见到的 已经 发烤了好几天 你们也叫做 发癲了好几天 到了今时今日来说 除了那些什么 瘋子彭定康 那个Hong Kong Watch 出过一句声 那么多之后 其实 之后 都没有什么 回应 或者再去说什么 英国政府方面 例如 媒体 我意思是在英国当地的媒体 报道你们这件事 都废靠差事 好心你就摘弹开了 是不是 真可憐 甚至连报道都没有 哎呀 好惨啊 真是 理得你 是不是 现在 看回 可能 耳疤问题 对于 英国方面 有没有什么影响 反而大家更加去着紧 啊 你们这些 这样的形式 骗骗骗骗 拿了些钱 被人拘捕了 不能回英国了 还要用这些形式 向内政部求救 喂 你真是 厚顽无耻 我都不会形容了 大家要想到怎样形容 不妨一起留言 这次来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